大事不好了 以后这种赛季在线时长登录奖励 登录游玩地图获取弹币 甚至是完成登录任务 极其货币 归换美洋洋 小灰灰 这种福利皮肤的活动 还有签到就送瓶盖 助力获得各种道具 在线时间长就能领取的福利 再寒假 也许可能都会通通取消 有一天我们可能会 再也没有 登录奖励和登录福利了 吓得我赶紧打开游戏 把所有的福利活动都给领取了 究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是因为在12月22号 国家新闻出版署征求意见 提到网络游戏不得设置 每日登录 受刺充值 等诱导性的奖励 说人话就是 防止有些商家业性竞争 或者是通过一些登录新的福利 来诱导玩家上线 延长玩家在线时间 所以得取消登录和手重福利 一个游戏真正 吸引人的地方 应该在于它的游戏内容 而不是以送皮肤 或者送福利的形式 诱导玩家每天登录 但是我玩游戏 就是喜欢他们的皮肤啊 可恶 这下又要多花钱了 免费皮肤的时代 马上就要过去了 或者说 下次刚一送皮肤的时候 能不能就直接送 比如说 登录后自动将皮肤发送到邮件 这多好 其实呢 这则意见如果真正实施下去 对玩家也是一件好事 可以让大部分的玩家 开始真正注重游戏本身 回到玩游戏的快乐上面去 而不是停留在课金 买皮肤的快乐上 这么说起来 我突然想到 现在要是充值满六块 是不是还有个皮肤可以送 啊 算了 看起来有点丑 我可是一个理智的课金玩家 不买不买 还不如留着小钱钱 来挑一个肯德基套餐的 能吃 还有皮肤送 对了 蛋仔还在活动中心这里 开启了年度回忆录 点击参与 蛋仔还有可能 为你买单2024年 全年的外观 那我不得赶紧来看看 我是本次列车的 7949798位旅客 快来和我一起开始你的 蛋仔岛嘉年华 我是在2023年2月24号这天 玩了第一个 修修修传送门的地图 首次在蛋仔岛上通关 也开启了我的蛋仔岛之旅 回顾全年的地图 剧情类的地图 对我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霸占了我年度游玩总数的 8.9% 就像诗心雄动画 其中来一口绿茶这个地图 我居然游玩了18次 我在吃豆图不信你能过中 花了最多的时间 总共47分钟 还记得那天与13位蛋仔 一起在甄嬛传明场面 的相聚时光吗 一句蛋否 就能让回忆更加圆满 所以我的年度称号是 故事沉浸者 追巨蛋 和我心有灵犀的是大师蛋 你们是吗 看完之后 刚毅还非常贴心的 送了我一个皮肤 也不知道这是个啥玩意儿 反正长得挺丑的 不过 免费的丑东西 谁能拒绝呢 请不吝卉